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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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会谈到大楼 即是刘连雄 逃犯条例收定的抗争事件 我们简单说过时序 上几个星期日 一万二千的泛民举行 反逃犯条例收定游行 到星期一 刘连雄提出司法覆下 很多人就说 刘连雄借助游行的民气 或者受到游行的感动 於是就提出这件事 再之后 就是民主党 提出林郑下台 有一种说法 就是这件事 真是事有QK 民主党为何无端反林郑 然后我们也知道 刘明卫 其实也不止一次 有出席民主党党庆 他们是否因为觉得 反林郑可以帮到他父亲 所以就会有一些交修出现 这就是一个坊间的阴谋 这种说法不是我的想法 大致上是这样 首先就说 刘先生 我非常害怕他 非常尊重他 最好不要提他 也最好不要说他坏话 所以在这里 我将这个案件在这里 就先抹开了 至少你说没关系 就千万不要和我有关 我也不知道你第几次 宣称你自己和那些事没有关系 你真是大几乎 好大几乎 首先就是这样 第二就是 我说民主党和林郑的结合 首先 或者怕拖拖 怕拖拖 其实是很罕又很小可 我将这件事归因于整个民主党 因为不着问题 始终林郑 如果你和林郑是朋友 你会变成建制一部分 整个不着会好些 但是如果你和林郑割席 你又变成在那里会有些问题 始终陰谋论 或者你很恨不信 至少他应该在逃犯条例 是应该有水候 所以会站得很硬 否则你不会去到 你去割席不期 你叫他下台的话 我觉得他多少都是有人碰了 而碰碰唯一的方法就是钱 我绝对不同意这个说法 其实如果你有看民主党的历史发展 你就知道 每一任的港督 其实以前港督也是 彭廷康的时候也有点像 他一定有一段密越期 因为他要告诉香港市民 我们不是永远的反对派 我们和政府有得谈的 但他永远去到一定的时间 才发觉这个人真的没得谈的 那就只有反台 但是反台可以早可以辞 梁振英这些一早就反了 董建华这些 就是去到中间左右 去到03-02 沙士的时候 或者911的时候 就开始反了 经济一跌就反了 曾任权就迟下台的时候 我还记得 是去到曾任权 林落台那一届的七一 泛民才敢说曾任权下台 你会看到有早有迟 但总会发生的 所以你说今时今日 泛民或民主党 就叫林郑下台 这是意料中事 总会发生的 因为他们永远都是 有一个错误的期待 就是觉得 我其实还可以和政府合作 但你永远都发觉 政府根本就是 不能够可以合作的一个 partner 因为你继续合作下去 那些人就会觉得你卖港 那你结果 你为了要平衡香港市民 你就只能够和他们反台 那这个可能是机会之一 但是 我也要去说 我是不否定 民主党是有钱的 因为这个 这个由于品海年代已经知道 这些是公开的新闻 民主党的会址 长期都是于品海赞助他 直到被传媒踢爆了这件事之后 这个都已经是2012年之后的事 才开始剪较那个练习 而民主党的资金 究竟有多少是有钱捐 其实很多都知道是掩埋数 黎智英捐给他钱都是日后 因为被客客入侵 所以我们才知道这个资金 底运 所以你说 有有钱佬 去帮钱给他 一点都不记得 而我甚至乎要说 民主党在哪里搞的 最初是在The One搞的 我们的朋友 马草黎也有上过去掃墙 知不知道谁拦住这些抗议示威的人 当日就是刘明慧拦住他们 你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我也是一点都不意外 但是会不会因为要搞这个 《逃犯修递条例》的抗争 而要逼民主党去叫林郑下台呢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因为现在刘链红想要什么 他想要这条条例让步 他不让这条条例收回 你如果和反中乱港的人合作 政府怎么会屈服 这是不可能的 其次就是什么 其次就是 民主党反林郑叫林郑下台 有用的吗 有用就一早 个个特首都被抓了下台 这是全世界最没用的 如果大佬真是一个投资专家 他一定不会浪费这些不金钱 所以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再说一说 再回到你之前的一件事 做一点补充 你说是于品海 黎智英 或者是 这些东西的 刘链红 之类 之类 去资助民主党 其实中间 这些人是有不同的背景 有不同的背景 黎智英 不说 于品海 大家都知道他有政治背景 有钱人支持民主党 民主党当然是有些有钱人支持 但有钱人是传统 即是地产商去支持民主党 以及本身有政治背景的有钱人支持民主党 中间是两件不同的事 性质不同 当然这个政治团体是会有政治利益 但问题是传统的有钱人 就是传统香港真的做生意的那班人去支持 整件事件不同 会牵涉到他们在社会民生经济的政策方面 在我的角度就很简单 收得你钱 当然某程度上立场要偏向你 你说有一些原则上的东西不能碰 政策上的东西 或者政治争取的底线 当然可以调整 当然周英大师说 两件事是独立的个体 我看都是一样 我而很感慨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每当被人剧爆 揭发民主党有收有钱 有钱的时候 总有人会帮他们护航 他们收钱 知道没有前提就可以了 他们收了钱之后 他们没有受这班人的影响 他们会天真到相信到 他们完全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捐钱给你干什么 就是为香港民主好 你是不是这么傻 但反过来 去到本土派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 你们一定是收了共产党钱 因为你们怎样怎样 拆散民主大堂 为什么可以这么反指 这两件事 当然跟今天的题目没有关 但这是我感觉的地方 等于这个逻辑 等于有个女孩收了男人的钱 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 等于有很多人说 我是援助交際 你不要把我和那些妓女 拉在一起 PTGF 我是援助交際 你不要跟我和那些妓女说 然后有一些 我是援助交際 你不要把我和那些援助交際 永远都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 人家一定是有问题 另外当然 我自己觉得 这件所谓的逃犯条例 收定的事件 很感慨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建制派和泛民 站在同一阵线 你想想 这个香港 建制派里面 最疯的那几个 不计这个工联会 不计这个民建联 就是去到梁美芬 梁美芬现在都被人勒 因为他的经文 那些人全部都觉得 这个逃犯条例 封定很有问题 这个世界 你说很难解释给香港人 究竟逃犯条例 收定和他有什么关系 有很多人不回大陆 或者我回大陆 我一定是奉公守法 其实逃犯条例 是会拘捕的 是全部不是民主党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 互相积 那你如何宣传 现在有一个大好机会 大佬 这个新闻报道 他现在开始取消BY的公司注册 就是为了移居海外做准备 你想想香港的有钱人 如果个个都怕 逃犯条例收定 而离开香港 只有两个结果 一就是香港没有了投资 那就经济衰退 二就是香港的有钱人 就是被大陆的有钱人取代了 这个就变成了大陆 全面操控的香港经济 这个是对香港市民 最贴身的一个威胁 现在民主党或者泛民选 就是什么 不是的 这个刘连宏 是他为了自己想脱罪 所以才搞这个司法法 跟我们没关 我们要割席 我们不会被人觉得 我们好像跟那些正商勾结 都心想 今时今日你跟我说结痞 你不是搞笑 你结痞 你就不要收有钱人捐款 你收完有钱人捐款 当然我也不太在阴谋论去说 我个有钱人都不想贴在你身上 就是我平时有捐款给你 你今次就不要借我抽水 因为你借我抽水 反而你令我件事更加难做 这是有可能的 我这么说 你说的那些有点不同意 就是逃犯条例 会令到香港的有钱人走了 而大陆的有钱人过来 我觉得有点不同意 香港应该有七八成的有钱人 是永远都不回大陆的 所以绝对逃犯条例跟他无关 就是我想 譬如说 鳳学金那些 你不会回的 好 不是啊 大陆都不是回大陆 他去了澳门 那些人也少了 他去了澳门 其实很少 但是反而 在大陆来香港的人 反而来香港都没用 就是反而是大陆 大陆的人就不来香港了 不如去澳门美加 反而去那些没有引渡条例的地方 反而逃犯条例 其实逃犯条例 在香港最有次的那些人 那些人是很少的 那些人有很多人 全部都不回大陆 各个都上岸了 回了鬼 大家怎会做逃犯 你觉得影响的是大陆来香港的人 或者外国人会在大陆做生意 但是同时会居住在香港 其实外国人 我想逃犯条例都不太厉害 都不厉害 敢不敢拉 不重要是什么事 他怕被人拘捕 你没办法否认的就是美国商会 你也会发言 外交部都觉得关注 其实这件事外国人也是害怕的 我同意秋军大师修正我说 但结论也是一样 结论就是令你觉得 香港的经济会因为这条条例 会搞坏了 这是我们香港人最有同感的一件事 那为什么泛民在这一刻 他竟然会觉得和这些人画清界线 是对这件事更加好 而他们就觉得 我们留在议会抗争 我们又发言 那我们就可以改变到这件事 就是这么明显的一个 自己倒置自米的方式 是没有人批评的 我又不太觉得这件事 但是他们应该 泛民无独毛泽东 即是联合次要地人 打击主要地人的事情 很简单 你知道你里面一定不够票 你有什么方法够票 自由党现在都被淘汰 京民连现在都被淘汰 你有没有可能不是联结他们 去尝试 没有人说一定要推翻 起码 你们最喜欢讲的 Lesser Evil 你有没有办法逼到政府 可以让步更多 去弄一个Lesser Evil 你现在就和我讲原则 我就不可以和有钱人合作 我就不可以和建制派合作 你现在说要求弹劾林郑 要林郑下台 全世界包括香港市民 都不会理你一样 下次再讲其他话题